还有一个这个MAT-60系列火爆 一个礼拜卖出了92.2万部 然后2024全面要调高到7000万台 然后MAT-60好像过时了 MAT-70都快出现了 这个寒冰的MAT-60都还没摸热 MAT-70已经快要到 下一届的旗舰机皇叫MAT-70 Pro 长什么样子来我们抛出来好不好 真的有这样子 没有啦我跟你讲这不是官宣 这是网友心目当中的MAT-70 Pro 有没有一个太极的图样 因为它这是圆的嘛 这是圆的大家觉得很特别 我们看到西方都是方的长方的 它圆的 所以大陆就大陆网友发挥想象力 太极中国概念啊对不对 觉得怎么样如何 好再回到刚刚里面 我给大家嗨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华为的这个智能 华为不是各式一样的汽车科技吗 这个智能车灯我也觉得很特别 它可以投射出很多很多的文字 比方说你看车灯一打 华为智慧大灯欢迎你 但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如果是台湾应该都打出呛 呛你的话吧 你敢逼车 对不对 这不太好等下先打起来 或说前面的妹妹加个赖吧 是不是 这个是趣味性为主 我觉得这个当然 你一般的话 还是不要乱改一些字 台湾街头冲突很多 还是这个有点危险 你会觉得像这就是创意嘛 科技结合了创意 各式各样的华为创意无穷 这个其实技术上应该不是难题 就是你想到了这个东西 比较重要 那华为这个太极图案 虽然是网友苦手 但是我觉得也未必不可行 为什么 因为最近在科学界 有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我们终于拍到量子纠缠的图 它就很像太极 你知道量子纠缠那个样子 就像太极一样阴阳这样互相纠缠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 以这个为一个图样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至于说 华为它现在其实无庸置疑 它本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5G制造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也因为它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美国才要去打压它 才希望它不会成长那么快 可是华为还是成长的 那我必须说 中国大陆这个5G基地台 300多万个 然后7亿多的这个5G用户 那是什么一个概念 我跟大家讲 我这个上个礼拜六 我才跑到平溪那边 我做直播 结果做直播的时候 我的手机是5G手机 结果整个卡到一个不行 后来出来画面 全部都是模糊了 一堆人说你是用2G在直播 那就是这样 台湾很多地方 你没有基地台了 对 台湾很多地方 不要说5G 连4G都没有 很多还是3G的 甚至3G还可以可以的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中国大陆人家那么大的地方 台湾就是个小岛 那个还是有人 我不是说今天到那种荒山野岭 没有人住的地方你就算了 还是有住宅区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网路都这么慢的话 那你怎么样去跟人家竞争呢 实际上台湾一直被人家诟病的 就是我们的网速一直都很慢 中华电信讲的网速都是号称的网速 实际的网速都不是那个网速 所以让大家心头很不舒服 那在新的网路世代 其实速度就是一切 你速度快你才能够传更多的资讯 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速度慢就什么都不用谈 人家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等你 所以我觉得华为他不断的在追求这个速度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未来你速度如果不够快的话 你网路上的应用 我们现在觉得很简单 网路顶多就拍拍影片或做一个什么东西 未来可以经由网路做的事情更多 一大堆的服务所有的东西 我随便讲光是一个GPS 如果速度快的话 你那个时时就跟着你的车走 如果速度慢的 你的车子已经跑了两公里去了 它还在指在前面那个地方 那有什么用 大家如果用GPS的话 常常会觉得他指的地方根本不是我去的地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每天催华为多好催华为多烂 其实华为多好那是一回事 重点是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一直是希望 我们台湾不要只是看人家好或不好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做这件事 韩兵讲这个大家太有感觉了 这才是重要的 华为好不好那是大陆的问题 那我们身在台湾 台湾的政府能不能帮我们做好一点 如果一个小岛都做不到 人家是做到整个中国大陆 九百多万平方公里 我们才三万六 所以这个做不到 别人要差真的是有点丢脸 对 见贤四起很重要 大陆泱泱大国有自己的节奏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宇已经官宣了 接下来又有一个国家的总统 又到大陆进行最高的国事访问 之前习近平这个铁人行程 有没有 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 哇真的是 一天八国一天九国的 这样这种速度在接见 现在好不容易结束又来一个哥伦比亚总统 就是明天哦 10月24号到26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之前我们讲过 哥伦比亚在这个以色列问题上 以巴问题上表态嘛 对不对 他说不惜跟以色列断交 另外还有一个 今天这个 之前跟中国大陆关系很不好 澳洲总理 新上任总理 11月4号到7号 要访问中国大陆 他也期待跟习近平见面 还有跟李强进行交流 那这是2016来 就澳洲总理首次访华 我这个一起让这个 任老师一起讲 就中国大陆有自己的节奏 他有自己的强项 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弱点 他也不断在进行内部的侵杂 反腐啊 抓间谍啊等等 又一个大的间谍案 抓到10月22号 大陆国安机构 公布了一个美国间谍案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 这位你看到是一位学者 是一位科技的一个专家 科技学者 公派到美国去进行访问 公派就是公费 给他公费 也就是说呢 他算是一个涉密的人员 国防军工单位的涉密人员 应该是国防军工里面的科研人员 而且应该算是核心 才会派到美国用公费 在2013年的3月 他到美国才两个月的时间 就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 然后接触到了一些美方的情报人员等等 然后2023很快 3月去6月就开始 这个美方就向他询问 大陆科研领域的相关问题 从10月之后开始有了对价关系 多次见面 每周至少他会提供两页A4的提纲 逐一提问 涉密的程度越来越深 问答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 完成美方的口头咨询之后 给美元大概700到1000元 不等的酬劳 前前后后 总共是跟了四位 美国的间谍情报人员 见面20多次 最后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 他交给了美方的 极机密 绝密级的文件两份 机密级的有三份 秘密级的有六份 他能够接触到这些 这应该算是大陆军工方面 也算是蛮核心的 那当这个案子曝光之后 这个案子也很大 从2023到现在为止曝光 他也已经受审 所以这个公开在今天大陆 所以大陆也没有去隐瞒 那袁老师怎么看待大陆的节奏 我觉得 我非常仔细看了这个间谍案 里面的内容 他自己也承认了 就是 我也不愿意讲这件事情 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发展 尤其是军工科技人员 我们要了解科技人员本身 他自己脑袋中带了很多秘密 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一个认同的感觉 那个美国怎么诱惑他呢 就请他去看脱衣舞啦 什么又这么吃吃喝喝什么的 这种感觉上很容易受到物质的引诱 在2013年的时候 大陆本身来讲 这种人本身 他自己知道 我是觉得说 他泄露了很多的秘密 对大陆来讲的话 这件事情现在要公布 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陆已经比较自信了 因为长期来讲 我们可以理解 这种人发生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玩的间谍战 基本上也是透过这种方式 来获取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 这个是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说是 大陆目前所作水 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大陆目前做的事情当中 因为我有很多同事都责怪我 什么永远都不批评大陆什么的 我说你要批评要有理由 我觉得大陆做的事情的话 你像一带一路的话 是世界和平 那同一天的话 发生中东战争 对不对 那就是世界大战 对不对 那世界和平跟世界大战之间 你要哪一个 我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 它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的话 就是抵立大陆政府 告诉他说 老百姓当中的话 不管你有多大的这种机会的话 你都不要排除 有可能有人泄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刺激他们自己的想法 比较小心一点 以前我们这个保密防碟的时代 当中我们也知道这种事情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呢 这个对大陆来讲是好消息 让大陆本身知道 目前为止 如果你不按照正确的路来做的话 那基本上学着美国那一套 学着西方那一套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未来跟前途的 因为美国跟西方他们霸道已久行之有年 那你现在中国大陆本身在展现这种事情之后 你一定要突出 你一定要突破 你一定要能够想出来做法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那如果说有人鞭策你 那你做的就是比较好 他们要照顾200多个国家 每个语言训练住外什么 哇 我不能想象那个单位有多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元首访问大陆已经不稀奇了 真的太多了 对 一方面是诚实面对 自己体制当中的一些弱点 那有必就把它接出来 那我继续就问一下院老师 你怎么看待呢 跟澳洲之间等于是说 这个关系的这个全面和缓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上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在这澳洲好歹也是一个 安国萨克森中的一个大国之一 对不对 而且原来的关系非常好 澳洲里面的话 中国的华侨也非常多 对不对 后来又非常坏 对 后来非常非常坏 七年了 七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传说 2016年开始的话 坏的原因是因为 前面一个总理叫莫尔森 莫尔森的这个整个观念来讲 是完全跟着美国走 抱紧美国一条大腿 所以我讲的 抱紧美国一条大腿的时候 然后慢慢澳洲会发觉 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 然后澳洲的龙虾 澳洲的酒 澳洲的铁矿 澳洲的煤 根本也没有什么任何 有那么大的胃口 找不到这样大的市场 所以说阿尔巴尼斯的话 他基本上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 值得观察的 第一个的话 阿尔巴尼斯能够在11月初 能够访问中国的话 基本上改善这个关系的 象征性美国基本上是同意的 这个是要了解 因为他们基本上 五眼联盟当中还是听美国的 然后但是第二点的话 澳洲自己发觉 这个笨蛋问题在经济 你经济搞不好的话 东西都卖不出去 你澳洲的话 没有靠中国这个市场 原来过得好好的 澳洲生活水准这么高 靠了什么 靠了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陈磊 也是间谍案的关系 对 他那个判刑当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 相较于以往 我看到间谍案 那个陈磊判的是轻的 他为什么判得比较轻呢 因为呢 这个中澳的关系 一定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否则以在大陆情况下 就当场逮到 而且他是央视的主播 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匪谍的身份 那你判刑才两年多 关都关了超过三年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中澳之间的打开的话 当然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可能也是一个 我们继续观察的指标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